哈囉大家好我是皮尔本好久不見啦 各位來吧我們今天再來我們的 替身倖存者 欸剛剛突然忘記他叫什麼倖存者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想要做什麼呢 欸畢竟直角都玩完了嘛 難度3也通關了嘛對不對 那我今天呢就來看一下有沒有一些藍角能夠拿來玩的 那有觀眾推薦了一下啦 就是工程師 啊工程師你怎麼給我那麼多叛逆少年 那看起來像工程師嗎 他說工程師用上去的話好像會很噁心 那工程師呢我稍微瞄了一下 他是就之前玩過直升機啦 他就是一個砲台的角色給他完成TD 然後砲台可以持續10秒鐘我們的CD只有5秒鐘 所以呢我們一隻工程師至少就會有兩個砲台在場上 那我們就來給他嘗試看看吧 而且工程師呢他是一個升到二星會比一星還要來的過分的角色 我們的原本砲台呢只有150點的攻擊力 但是升到二星之後呢砲台會直接來到500點的攻擊力 所以呢是有好無壞的 那而且他的東西很簡單啦 我們只需要鐵匠跟火元素就可以了 所以呢就來吧 鐵匠跟火元素弄得越多越香 啊玩到後面我們再把那個步兵賣掉 前提是我要記得我現在記得 但是等一下玩到嗨了 可能就忘記了 那我們這邊打的呢一樣是難度3 呃我覺得應該是可以過第一隻王 第二隻王可能就難一點點 但反正我們不求打完 我只想來看看工程師能夠多香 欸不是不求通關啦 欸至少讓我們打到第二隻王 欸我們順便來看看那個戰力差距到底在哪裡 就是那個角色的強度 好一樣我們繼續吃吧 那就是有豬也是來一個 然後刷一下好了 欸火元素有上班族 再抓一個好了 欸上班族弓箭手有火 然後再一個上班族好 這邊沒了沒了先存一下 至少這樣子可以多賺一些錢嘛對不對 等一下如果有理財師的話呢 欸就我們沒有可以再存錢了 然後存4000塊為主 有人說啦有二星理財師基本上就可以開七門 然後有人現在在下面有留言 對原來這個遊戲門是有上限 最多最多是七個門 所以我們這邊要做的大概就是 每一天都給他開到七個門 對那開門後面 到後面給的獎勵還蠻高的 前期就還好 但是後期真的是給很兇 好一樣開鎖 護甲金幣生命竊取 嗯這樣看起來 給我生命竊取吧 生命竊取還不錯 因為後面傷害應該就會起來吧 雖然說生命竊取開局很爛 然後又給我一個上班族 火元素又來一個 那我們先來一下 然後上班族 火元素再給他上去 火元素的能力是引爆 然後地上會有法術傷害 那我們這裡還沒有 上班族的話繼續幫我賺錢 至少要四個上班族才能變成理財師嘛對不對 現在才三個而已 這樣一個賺十塊錢 這樣就賺三十塊 如果升級上去的話 那樣只賺十五塊而已 會有那麼一點虧 對這個遊戲的升級也是蠻奇怪的 他不是說你升級就一定強 有些升級呢 如果你場上有位置的話 給他留著可能還比較相異一些 這個上班族到異世界還要來打 還要來打工 會不會太硬了一點點 我們現在血量四百四 我們的豬好像還沒有任何的消息 畢竟我們豬也只有一隻 現在都是在賺錢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還覺得像什麼鐵匠啊 跟豬好像都比較重要 那個上班族再出錢好像還好 可是點上去就好了 點上去就好 2 開吃 有鐵匠 哎呦不錯耶 這麼早就給我一個工程師 那就先上囉 來一個工程師 我們這邊工程師的話是208 我剛說150是最基礎的樣子 那一樣鐵匠再一隻 然後還有錢再看一下 呃又是一個什麼都沒有 再看一下好了 哇靠 好不刷不刷 虧了一些些 然後我們的鐵工程師 有東西嗎 哎呦有有有放 哎我差點去吃東西 還不用還不用 我們等藍色吧 藍鐵再去吃 我們現在314塊 等一下吃450塊 哇好像有一點香耶 這個鐵匠 呃有豬 好豬一定要 豬二星 等一下喔 豬二星OK 豬沒事 有沒有機會 然後盾兵鐵匠 呃不是 鐵元素 豬 豬再一隻 好啦這個上去 然後能不能 再一隻上班族 有步兵 哎不對其實有步兵 可以把步兵賣掉 完全忘記他了 那 哎不是啦太衰了吧 他是故意的吧 你要都不給你耶 太扯了 好啦步兵賣掉 再刷一次就好 好像前期刷太多 不要再刷了不要再刷 有點刷上癮了 哇這個原來 之前也是別人講的嘛 那時候還不是那麼的懂 他強度到底在哪裡 哎現在真的懂了真的懂了 然後我們要存的是450塊 如果可以的話 我的CD高一點是不是會更香 這個就很明顯了吧 就是場上他持續10秒鐘 然後我CD高 我只要CD高上去 那這隻角色的傷害是 Double上去的耶 450開門 法術增強 生命竊取 哇 故意了吧 法強 玩物傷就給我法強 玩法強就給我物傷 來吧來吧 繼續 7 呃 物理少年 沒有沒有 都不用都不用 來 我們就是只能靠工程師耶 工程師好像有一個缺陷在 哎我看到了 就是他只有一點傷害而已 所以他傷害只有一隻 他不是範圍的 對難怪有人說他打王很強 但是打怪好像有一點小危險 不過他攻速很快啊 所以還算能接受 但我好期待到後面會怎麼樣 這樣我要多隻工程師好呢 還是一隻強力的工程師好呢 150幾塊 哎有這個 開 上班族 有了 理財師 差不多也可以存錢了 再一隻上班族 三塊錢電元素先不管 我們這邊要900塊 所以沒有意外的話 我要開始存錢了 我要存到的是4900塊 好 來一點吧 先敲個裝 哇 這個敲裝方式真香 F F 生命竊 法術 技能冷卻 哎呦 這麼快就給我 每秒生命回復 物理暴力 物理暴力 移動速度 先不用回復 先給我物理攻擊 好 我們現在這一隻下去多少 246 我還蠻痛的 繼續存錢 哇 是我的錯覺嗎 那工程師在初期好像真的有點兇 哎 對嗎 有點舒服 而且他只要4隻就可以合成出來 你記得 直角都要16隻嗎 還是14隻 好像只有骷髏王最便宜 只需要12隻就可以 然後有衝刺的 不管他 來 走 火元素 再一個 然後沒有光頭什麼的都沒有 我們的鐵匠也不出現了 鐵匠有了 說來就來 工程師 再來一個 要6塊 要6塊的話 先帶幫我賺點錢 等一下再來 不急不急 不用賣掉 不用賣掉 我們現在CD多少 3.7秒就一發 一台車 哇 哇 我好想選到那個減75%冷卻的 哇 那如果這個遊戲到後面冷卻到爆炸 不就天 不就嗨到一個爆炸 工程師就是一個備選了 就是一個扯到爛掉的角色了 好 開 欸 工程師 再一個 所以 除了工程師以外 其實我還要一個角色是我們的 能力會往上增加的那個對不對 喔 欸 喔這個身心是這個意思 喔嚇到我 結固 喔 對啊 你看我剛剛8258 我升上去之後變829 然後我再看看有沒有機會拿到物理攻擊增加的那個東西 來 等我一下 好 我覺得我好像有錯過一件事情 對 就是我的法師 我都會配一個 那個法術長老 就是每15秒會增強的那個東西 還好 我們現在5分鐘 等一下再拿到還來得及 我們現在的物攻也只有73 所以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那個東西要怎麼去拿出來 然後我們現在這一發上去 一發是打到 喔 很痛很痛 真的是很痛 可是我現在只有一台 有好有壞 欸可是他位置放的好奇怪 我現在有兩隻藍角 然後變出一隻工程師 我的工程師好痛喔 真的是好痛喔 只不過我要在一個位置一直跑 一直在那個地方 我不能夠去其他地位 然後我這邊要選的是 拳王 不是士兵 不是 這隻也不是 還是我要圓 玩的是盾兵 盾兵是騎士 也不是火元素先拿著 然後再刷新 找一下喔 步兵的話 不是 這是騎士 骷髏 弓箭手 好像有人說是 欸有勒 鐵匠 一隻 兩隻 再一隻 好 有沒有機會 光頭 和尚 拳王 狼 狼是純粹的狼 盾兵 電 這隻都沒有加 對 這有長毛兵的這一隻 我等一下找一下 不記得有一隻 好像是武士吧對不對 那一隻我還不熟 這個遊戲物理系職業太詭異了 好我們現在場上的 砲台越來越多 一個是惡星880 這個是275 給我一個物理增強的吧 現在是151 1000多塊錢 存一下存一下 對啦有人說那裡就不要存錢啊 那時候有法強 物強那個東西不是很香 對確實沒錯 但相比而言 我還是比較想要先存錢 總覺得拿到的機率偏低啦 當然有拿到一定香 那自己玩下來 不好拿不好拿 哇這個太爽了吧 可是這樣打王OK嗎 我等一下就不能亂晃了 你知道嗎 其他東西我還可以亂晃 選這個武器我還晃不起來 欸叛逆豬頭少年 有賭徒有忍者 等一下喔 有豬在兩隻 好 光頭 上班族 火焰 上班族 光頭沒得選 左輪手槍 一個是神槍手 一個是暴躁 武士 有了啦 對啦 大刀侍衛啦 大刀侍衛也要鐵匠喔 所以其實我要很多鐵匠啊 真的假的 偏麻煩 偏麻煩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然後火焰給他上去 哇 那這樣我要好多好多鐵匠 這個也要鐵匠二星 工程師也要鐵匠二星 好 走吧 走吧 希望他可以給我多一點 至少先給他一隻吧 至少初期第一隻一定加的最多 後期再來的可能就沒那麼香 因為我的工 物工可能已經過高 可能啊 可能啊 6分鐘 我們169塊 要再敲第二件裝嗎 先去晃一下 有有有有有有有個鐵匠 鐵匠是來賣的嘛對不對 這裡不用沒什麼好賣的 196 210塊 是不是該來一下了 好鑄造 我們這個只有技能冷卻 喔好多喔 直接做滿 有要存的嗎 目前沒有 哇 沒裝了 就這樣 哈哈 欸物理回復 然後是攻擊速度跟生命值上限回復 好這個再說 來走吧走吧 兩千多塊 還沒還沒還沒 還沒到還沒到 哇可以這麼歡樂喔 然後打完了打完了 自己注意一下 不能再亂晃 欸好像可以呢 好像有點機會呢 欸鐵匠一定買 好 然後是鐵匠再買 有再有一個工程師 可是我想要大刀欸 我想要有武士 那這個樣子我先留著 那這 我剛剛是不是應該先把它換下來 然後 竟然這樣 先上 這個先上 我可以多一點鐵匠 對啊 我想要在一個武士 想要有大刀 這樣我的傷害才可以上去 131 好痛喔 但是 我們也好痛喔 天啊 原來 好像不用玩直腳耶 這個藍腳玩起來超舒服的 舒服到一個不可思議耶 這個應該是沒問題 只不過就是不能移動 我不能去其他城市 不能去其他房間 因為我要重開一個房 重開 重新架那個機器 要花一點時間就是了 別動 哇 一分鐘就打掉了 好像有點打太快了 太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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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 30 呃 法師 學徒 記憶槍 沒有 兩隻豬 先上 自從我知道要武士之後 武士也不出來 火元素 豬 真的假的 豬 三星 再來 電靈魂 火元素 都不來了呢 有了 鐵匠 我剛 應該沒有錯過武士吧 我自己稍微存一下 然後這個 我可以一次開兩隻嗎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開兩隻可以開兩隻 這樣不會錯過 然後有個鐵匠 哇 太開心了吧 這個角色 這個不要敲這個不要敲 我竟然還可以挑耶 紫綠色的鐵匠 好 走走走 反正我都沒有要賣嘛 看這個情況 可是我到下一個城市 欸對啊 其實這個角色的開門好像不是很好 呃 傷害雖然高 但開一個門 我就要重新放鐵礦 除非我的CD夠高啊 反正CD不夠高也蠻危險的 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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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 我們現在是3500多 我們的目標是4900 別急別急 有 這個 大刀四位 放上去 這邊還有一個鐵匠 所以我買了 又可以 再一個鐵匠 完全剛好 359 1134 走 火焰上去 我這邊還有一隻豬啦 但是豬好像已經兩隻了 沒那麼重要 上班族吧 來一個理財師 二星 我們目標要開七門 900塊 4900就好 4900就好 太開心了吧 有夠開心 真的是有夠開心 這聲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玩這個遊戲的時候我都會把聲音關掉 就是我會把聲音鬼拉掉 好 因為這個遊戲的聲音是有版權的 那版權很重 有之前有幾隻有吃到版權 有點尷尬 吃到版權在YT而言就是做身體健康 真的是身體健康 9分鐘 我可以用 呃有武士 我可以再一隻大刀吧 可以 然後武士 反正我這個武士也要二星 先上 沒了3塊錢存一下 然後準備要4900了 應該要吧應該要 走 4900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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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 給我一個物攻 物理爆擊傷害 每秒恢復生命 啊 好啦好啦 包傷 走 還沒有要敲裝 等一下如果有裝就好了 兩百六十五塊 好像差不多該 該再去敲一個 好像兩個二星的 好像有點小微喔 好像沒有很香很香喔 對好像沒有 多香喔 鐵匠一定要 再來 火元素好像有點多 這邊有一個鐵匠 火元素先下來 鐵匠上去 再多挖一些 這樣的話我裝備會更多 4600 我記得等下是1350吧對不對 還是1450 1450 不是 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任何意思 走走走走走 我到時候後面的關卡 不就更噁心 除了怪物噁心以外 還會影響 還有地形殺 好 來吧 敲裝 該搶的還是要搶一下 經驗球掉落 金幣掉落 沒看到 走 這個是法牆 物理暴擊率 這個先鎖著 等下再鎖 35塊 還能再敲嗎 好像還能再敲一個 敲 法術 喔誰要這個啦 那就再來 1 2 又是法術 這個是每秒生命回復 生命竊取 法術 法術 來一個 移動速 喔喔技能冷卻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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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 然後這個是物攻 這個是移動速度 這個先不要 然後這個有移動速度 嗯 那就先把這個拿 拿掉 應該可以活一陣子了吧 可是他這個有點虧 但是我們的技能冷卻已經這麼高了 我覺得會很開心 技能冷卻75% 我們的這個是2.9秒就一台 然後移動速度又快起來了 可是我還沒有到經濟 還沒有到精裝啊 不是經濟啊 混在一起了 跟兩個遊戲混在一起了 現在3秒鐘就一台 而且我現在場上有兩隻 所以3秒鐘就兩台 只是我的血量不多 不像之前玩那個 趙雲的時候血量可以無限 不是無限就很多啦 因為剛好角色的關係 中間可以增加我的血量 我要多少錢 去看一下 1500啊夠了剛好 攻速礦石增長 還是石曲呢 嗯 礦石增長是每10秒加1是不是 110好像也沒多少 攻速也不重要 好像是CD喔 就礦石吧 礦石的話是每10秒加1礦石 就是一個鐵匠 對 半隻鐵匠 被動半隻 香啦香啦 欸塞啦欸塞啦 4700 4400 就是 能不能給我個上班族 我剛剛是有上班族 忽略掉 然後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沒有塞任何的 砲台 沒有砲台就很虧 可是有砲台之後就上來了 他只有開局偏危險 不是開局偏危險 就是到一個新的地方偏危險 後面整個又火起來 感謝訂閱 我聽到訂閱聲 2300塊 所以等一下是6300 6300 6300 我是不是 啊靠北 我剛剛還想說 我剩下幾個白鐵 哇這有點虧 物攻 哇完全沒有 發槍 怎麼又是發槍 沒有 完全 完全沒有 有 角色 好像有點久沒打到角色 有上班族 五四 火元素先不拿了 有點多了 豬 也不用拿了 太多了 五四 已經有兩隻了 好啦 再拿一隻 這樣就好了 之後再說 然後上班族 有了 先來 兩隻 理財師 兩隻理財師這樣加200 我這邊還有東西嗎 目前也沒有 我也沒有鐵匠 所以我就先這樣子去賺錢 這樣錢應該會超快 自己注意一下 其實開越多門 我越不舒服 真的是越不舒服 鐵 那個工程師 你下的有點慢喔 藍鐵匠 我是不是沒白鐵啊 我是白鐵全部敲光啊 我怎麼全部敲光啊 剛剛那個有點太快了 七千多 七千多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這個不用 走走走走走 這邊還有一個白鐵 最後一個白鐵了 稍微存一下 兩個兩個兩個 我有兩個白鐵 那可以不用存 先開門 金幣掉落 法牆法 這個也是故意的吧 他絕對是故意的 我還要金幣掉 都幹嘛 我已經兩隻理財師 在幫我理財了 這個理財師很香喔 很猛喔 這種理財專員 哪裡找 上班族 先不用了 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要 鐵匠 鐵匠 豬布兵 鐵匠 我還可以載一個大刀欸 就兩個大刀 那我先把 這個放上去 其實不用 因為我位子也沒有那麼多 對啊 然後再來 布兵 叛逆少女 上班族 左倫手槍 看一下喔 這個二星 所以 有欸他沒合上去 再看 鐵匠 能不能載一個鐵匠 目前沒有 豬 火元素 猴子 左倫手槍 鋪兵 電元素 上班族 武士 好像也不是說不行 恩 先拿著 之後再說 我的鐵匠還不來 等一下鐵匠來喔 工程師可以載一隻 分開一下 3加3 所以我升上去應該是加5 我現在 320 物工 呵呵呵 有高是有高啦 但我覺得還是有點不妙就是 5000多 我現在多少錢 我沒仔細看我現在多少錢 喔可是已經可以打到這個地方欸 他說最多有7個門 去一下 這邊沒門了 我應該還有兩個門可以去 而且我現在錢超香 而且我只要走過去他們自動貓採礦 下面有個藍鐵 這邊 上面 右邊 下面都沒門 我是來放一個礦機的 直接走過去 壯怪 這邊 是為了拿礦 7300 這裡有 啊 我剩最後一個 好啦 這應該可以出金裝了吧 還沒 金 喔 你怎麼給我這個 法術暴擊 故意的吧 呵呵 這一局如果是那個時候趙雲那一局拿到不知道有多香 真的 這裡 沒 有了 法術暴擊 1500 好啦 換一個 移動速度 礦石掉落 攻擊速度 呃 礦石掉落 攻擊速度 護甲 換一下 這邊還能敲嗎 不能敲的 走走走走 我現在多少錢 3400 喔 3400要8000多 呃 7400 為了 攻擊速度 這個 這一局真的是趙雲局 對啊 如果趙雲有選到這一局不知道有多香 呃 沒有 工程師 鐵匠 然後 工程師先上 多一隻 多一隻 多一隻傷害 該需要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再一隻工程師 對 然後我再放 有三隻工程師 可是這樣也還不夠 跟子好像還是有差一段差距 往下 往下 一下 14分 喔 難王要出了 我的錢又有了 我都離 對啦 我自己的玩法是會一直在門那邊互走 門那邊一直走 我的那個 砲台就不能放太久 哇 可是砲台 有一點兇 真的是有一點兇 目標是 欸 他說3400嘛 我4000嘛 所以應該已經夠了 3400 你給我誰了 物攻物理穿透 擊殺生命增長 哇 好啦那就物攻物理穿透 現在傷害是453 物理穿透 比較喜歡物增傷 如果可以給我物增傷的話 等一下多少 還有沒有門 應該還有一個門吧對不對 應該還有一個門 我先找一下 趁最後30幾秒時間 等一下王 我怕他會死太快 哇 這個鐵匠太強了 那個工程師 我剛講鐵匠嗎 欸 工程師太強了 這邊完全沒東西 上面還有一個一星 一級的 欸 這邊有那個 王要來了王要來了 啊 欸 有嗎 火元素 武士 左輪 鐵匠 再一個鐵匠 法師法師法師 武士 法師 左輪武士 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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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塊 6塊 好吧 1 2 3 先上 然後 上 8 2699 欸 哇這個真的太強了吧 真的太扯了 我王出來了 稍微注意一下 6000多塊 我是不是又找不到門 先敲吧敲吧敲吧 該出金裝了吧 該出金裝了吧 沒那麼衰吧 有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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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他的裝沒有那麼多 紙裝 金幣掉落 不用 哇真的會敲到底欸 我玩完整整 我還有五件 五十塊 嗯 那就看這個情況好像也不用敲了 我等一下看看有沒有藍鐵我就去賣 然後去把它合上去 這個技能冷卻我 好啦拿掉一下 這拿掉不一定會變強喔 所以會變爛喔 但上 發槍 喔 Fuck 你給我這個 欸法術回復 生命 生命傷害生命竊取 物攻 移動速度 再敲 沒東西了 敲不了了 我等一下選高一點的 但我們的拿掉之後CD剩3點 好像還沒差很多 還好還好 沒有想像中的嚴重 因為我是全開了是不是 兄弟等一下 兄弟 2分41 我又忘記門在哪裡了 這邊 沒有 哇直接走過來 等一下等一下 王妮等一下 王妮等一下 等我等我等我 欸 我都開完了嗎 7000多塊 這個是錢已經沒有用了嗎 認真的看一下 上面下面沒有 喔三分鐘而已 好短喔 太短了太短了 2 3 補血 真的欸 全部敲完了欸 上面是不是還有一道門 等等 沒門了 沒門了 走到沒門 好啦 看來這一次的成長 欸 只能夠證明 這個工程師好像真的有點兇 好我們還有沒有下一隻 步兵 豬 鐵匠 我要什麼 喔我再一隻鐵匠我可以拿一個大刀 武士 人家拿大刀好像也沒有什麼用 但是就 把它合到底吧 鐵匠 鐵 啊不有 完全沒有 沒有 好啦不給就不給 算了算了 該來打王了 我順便來合成看看 我順便來合成看看 該把裝備給他賣掉了 吸 開 然後把這個 這個賣掉 然後等一下敲的是藍裝嘛對不對 給我上金吧 上金 物攻 移動速 哎呀故意的吧 30 我這邊沒得合耶 我這合上去只有差才是金裝 好啦上去一下 技能冷卻 死取範圍 我覺得是不好的 然後這裡是沒有 移動速度 物理傷害 護甲 好先合成金裝 再來一個 哎這一次我要合到全金 我那一次好像也是特別歐才可以 那就來囉 我可以 反正我現在也開不到門了 敲一下 合成 再來 又金裝 傷害加成45% 然後這邊有個金裝 是沒有用的 那就敲一個 發牆 再敲一個 物攻 技能冷卻75 哎呀回來了回來了 全部都回來了 物攻物理爆傷 物攻物理爆傷 傷害加成是85% 85% 我這20%當作是100 假設我用這個方式去算 所以我物理加成20 是不是有120幾的傷害 反正這個一定得上了嘛對不對 物理穿透 物理爆擊傷害 我的物爆多少 才9% 先把它拿掉 好然後我們再敲一件試試看 欸 有沒有機會敲好它 650塊 這一件多少錢 800塊 先敲這個 哎呦有敲好喔 再一件 怎麼又是你 4500 這越敲會越貴喔 真的假的 他在討厭的設定欸 哇 沒錢了沒錢了 如果我賣一個 敲一個 合成 喔不錯不錯 護甲生命回復 每秒 算了我要的是攻擊 傷害加成45% 601 哈哈哈哈 有箱有箱 金莊 不要啊這生命的東西 不重要 來 16萬多 這是700多萬 這應該是後面來的 這是前面兩隻 我們現在CD多少 2.3秒 你怎麼活 1分半 弄死他 我站得越久 欸我自己要注意我的血量 他打一下200多滴 還是很痛 喔這個回血好像也很痛欸 我們的那個 擊殺 生命竊取 2萬點會補10滴 0.25秒冷卻 所以我每秒最多可以補到40滴 2萬點欸 隨便就2萬點傷害了 我以為 我以為打不贏欸 哇操 太扯了 他唯一的缺陷是我到新的 新的空間會有點麻煩 但是在舊空間的情況下有點香 真的是有點香 不過我這邊算衰啦 因為他 我只拿得出三隻 對拿不出更多 然後我的血量能這麼多 應該都是租給我的 如果沒有租的話 我的血量應該上不去 他不像那個 我等級43才加430 所以原本400滴 800多滴 所以他幫我補了很多血 幫我補了很多血 然後我才可以亂玩 然後我這個好像不能再合成 然後理財師 給的錢2萬多塊 我的門應該是開完的吧 那我的門應該是開完的 好像真的到後面 沒必要那麼多門 而且這個東西選難度高 好像沒有任何的優勢欸 不像其他遊戲 如果你選難度高的話 可能你的資源會更多 你可以玩的東西更多 但這裡好像純粹就是變難 但是工程師 真的有一點香就對了 3446 CD是2.3秒 所以如果我有機會給他拉到 300的話 有沒有機會1秒 1秒1台的話 我就是1秒10台 那個傷害會高到一個不可思議 真的是會超高 真的是會超高 哇這工程師 有一點扯蛋 真的是有一點扯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給他到這裡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又或者說有什麼神秘的籃腳 可以來玩一下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到時候應該都會來給他水一下 我真的是很期待這款遊戲 正式版才對 好啦那我是P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321 拜拜 1 2 2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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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